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美国高考SAT告别指考时代 12月2日被称为美国高考的美国学术能力评估考试 在美国考区迎来其指笔考试的最后一天 这意味着SAT即将全面转为线上进行 2024年将完全从指考改为机考 2022年初 美国大学理事会正式宣布SAT考试的电子化改革 国际考区率先迎来机考时代 所有SAT国际考场自2023年3月起推行机考 美国境内从2024年春季开始推行 取消直笔考试后 SAT考生将使用新的蓝书应用程式来填写考卷 相比于指考SAT数字化考试时间缩短一小时 新的考试系统带有自视性功能 即考生在前一模块考题中的表现 将决定后一模块考题的难以程度 近日 美国大学理事会公布了2023年SAT全球成绩报告 2023届有190多万考生至少参加了一次SAT考试 SAT考生数量处于回升状态 其中亚裔考生为194,108人 占比10% 平均分为1,219 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分 也是各族裔考生中最高的均分 美国军舰和多艘商船红海遭袭 国防部3日表示 美国军舰卡尼号驱逐舰和多艘商船 当日在红海遭到袭击 五角大楼方面表示 卡尼号驱逐舰击落了三架 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无人机 美军驱逐舰上占无人员受伤 也未受损 自10月7日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总部位于也门的胡塞武装 对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目标 发动了一系列袭击 包括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雷蒙多表示 需要更多资金应对中国半导体赶超 商务部长雷蒙多 二日在一场活动上表示 为了确保中国无法在尖端半导体领域赶超美国 商务部在这方面需要更多资金 同时点名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 雷蒙多表示 美国公司将需要适应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包括商务部对半导体出口实施的出口管制 雷蒙多强调 虽然美国与中国的沟通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 但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我们必须对威胁睁大眼睛 阿拉斯加航空将以19亿美元收购夏威夷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三日表示 同意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夏威夷航空公司 预计这一交易有望在12至18个月内完成 两家公司均预测 此次交易将为未来两年增加利润 不过这可能与拜登政府的想法存有潜在冲突 因为政府不希望航空出行的票价继续上涨 FDA召回更多哈密瓜 全美与哈密瓜相关的沙门市军感染事件不断增加 数周以来 数十个周已确诊近百例感染病例 其中61人住院治疗 两人死亡 此前已有部分企业的哈密瓜产品被召回 联邦食药监局近日又再次扩大了召回哈密瓜的范围 除此之外 一些鲜切水果也被召回 据悉 沙门市军可引起严重的胃肠道症状 对儿童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尤其致命 今日X趋势 曾是白宫发言人的普萨基近日再度吸引网民关注 起因是前总统特朗普攻击普萨基 目前供职的广播公司为民主党服务 普萨基严厉地回应说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 那么美国的民众将受到威胁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